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提多书一章一至四节 主题是从神以来的属灵使命感 现在先读经文 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方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 所应许的永生 到了日期 借着全阳的功夫 把他的道显明了 这全阳的责任 是安着神 我们救主的命令 交托了我 现在写信及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 作我真而指的 愿因为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 基督耶稣归与你 当我今天密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司徒保罗劝勉他属灵的儿子 这卷书是写给另一位属灵的儿子提多的 这里所说的全阳的责任 成为我今天密想的主题 司徒保罗和提多这样说 神已经将全福音的责任交托了给他了 原来在圣经的原文里面 责任这个字是没有的 但根据整句说话而言 这个全阳 主耶稣基督真道的事情 已经照着主的命令 交托了给使徒保罗 所以这个命令交托了给保罗 就是要他去执行 就成为他一生信仰上 从神而来的责任了 所以在这卷书里面 虽然原文没有责任这两个字 但是根据整句的意思而言 就有责任的意思了 神已经将全阳耶稣基督福音的责任 交托了给使徒保罗 而当我密想这句说话的时候 这个任命交托了给使徒保罗 而使徒保罗内心 他实在有这个 属灵的使命感 有了命令 和内心有这个使命感 是很重要的 有了命令而没有使命感的人 会觉得很辛苦 会觉得很厌烦 会觉得很不甘心乐意 因为全部都是责任 为什么要是我 但当这个责任里头 伸出一个纯正的使命感 那就不同了 所以使徒保罗他说 这个全阳的责任 就是这份从神而灵 给他的责任 成为他的人生信仰的使命感 因此 他就不断靠着神的帮助 在短短的人生之中 作成全阳福音的功夫 即是要花努力 花时间 花体力 去做全阳的工作 这些的工作 由开始直到末了 继续坚持 正是因为这种从主以来的命令 已经化作他生命的信仰使命感 这个使命感 吹促着他的心 虽然遇到很多的艰难 负上很多的努力 他仍然甘心乐意 这个全阳的功夫就是 将神的道显明出来 就是指出神在万古之先 已经答应了 要将永生赐给 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 亦都是神所选择 蒙恩得救的人 使徒保罗 就是领受了这个命令 产生了信仰的使命感 就甘心乐意 以竭尽所能 作全阳的功夫 就是要将神的道 永生的应许显明出来 中间的过程 实在充满了传奇 使徒保罗 原本是一个 逼巴教会众圣徒的人 却梦神的帮助 成为一个领受神使命 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是神的恩典 临到祂 让祂渐渐成为 神所用的仆人 又有这份信仰的 真实的 敬虔的使命感 当我一直默想 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就想起 我自己 何时有这种 熟灵的使命感呢 回顾的时候发觉 自己的人生 浪费了很多的光阴 但是 主仍然把我尋回 并且使用我 仍加添这种使命感 在我的内心 直到今天 你一切都是主所赐的 我又想起圣经里一个人物 是旧约的人物 他一生为自己囚某 最终 他成为一个有信仰使命感 为神发声的人 不知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呢 没错啦 他是记载在创世纪的人物 在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就这样说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人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父家 我就以耶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 也必作神的点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当雅各要逃难的时候 神主动向他演演 他发觉他家庭当中 所述说的神 尤无华 是真实的 是可预见的 他以神为他的神 他会奉献他的物 他会以神为他敬拜的对象 甚至建造神的点 前切是神保佑他生命平安 有衣有食 这个就是起初雅各的信仰 他没有想着为神作见证 他只是期盼一个神 在他生活上成为他的倚靠 如果是真实的 他就坚定以他为神 在《创世记》三十一章 十三到十六节 雅各向他太太 拉杰和尼亚 分享这段经文 说到神向他演演 我是八达你的神 你在哪里用油 敲过柱子向我许个缘 现今你起来 离开这地 回你本地去吧 所以神向他演演 叫他回回家南地 就是神应许 赐给他和他后裔的地 他的太太知道了之后 就和他同心 在最后那句这样说 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 你只管去行白 本来 雅各已经在 他拉班舅舅的家里面 有了他的事业 但神向他显现 他要落一个决心 去回神所应许他列祖 迦南之地 他愿意遵行 成为第一次听从神话语 回应神 遵行神吩咐的经历 在《创世纪》33章18到20节 圣经这么说 哪个从巴达亚南回来的时候 平平安安地 到了加南地的事件城 就用一百块银纸 向事件的父亲 哈姆的子孙 买了支杖盘的那块地 在那里足了一座坛 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 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 雅各 照着神的吩咐 梦神平平安安地保守回到加南地 他就认定 他列祖的神 也是他的神 他就捉了一座坛 同神保持这种祈祷 往来的生活 雅各开始有 些少的改变 他会紧张他自己 同神的关系 他会向神祈祷 直到 神将他自己的心意 显明在雅各的心里 而雅各 亦都开始转化 成为一个关心神 旨意 属神的人 在《创世纪47章29-31》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 他就叫了他儿子若失来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 用慈爱和誠实待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我与我祖 我父同岁的时候 你要将我带出埃及 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若失说 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 雅各说 你要向我起誓 若失就向他起了誓 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他要回到英许地 虽然神已经借着若失 拯救他们一家脱离 击荒的危难 进到埃及地 但以色列 就是昔日那位 只是挂着日常生活 那位的雅各 现在竟然想到最重要的 是他能够回到他列祖 蒙神应许之地 并且他在床头上继续敬拜神 正因为他选择 与神更加亲密的 关系和建立 因此 在四十八章这样记载 他父亲不从说 我知 我疑 我知 他日必成为一族 也必昌大指示他的兄弟 将来给他还带 他兄弟后裔要成为多族 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 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 愿神使你和以法联马拿西一样 于是纳以法联 在马拿西以上 以色列又对约失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与你们同在 令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雅各原本只是想回到 应许地落葬 当他一路敬拜神的时候 他就知道 整个民族都要回应他们 并且 他为着 神的旨意 紧张 为着神的旨意 有负担 在 世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 就向 约失 讲明 神的旨意就是 以色列人要回到 雅各 热祖所应许之地 因此 这种使命感 是从神而来 慢慢建造在 雅各身上 今天的灵修分享 颇为详准 只是想讲明 一件事 就是我们每一个 都是被神去建立 渐渐成为一个 在信仰上 有属灵使命感的人 但愿我们 不是像雅各 在年老的时候 才能够专注 承担起神的托付 因此 当我完成了 今天灵修 我就有以下的祷告 天父说 感谢你 值今天的经文 提醒我的心灵 使我知道 自己是蒙了神 拯救之恩 也蒙了神 刺下全道的责任 使我心里 渐渐伸出者 属灵的使命感 这不是我天生就有的 乃是经过多年 在你的大能和恩典下 而造就 在我心灵中的 昔日昔 圣徒也是如此 都经历了许多的年日 最终被你成全 成为一个 有属灵使命感 而负代价 和恩勤地 传扬真道 就是你在万古之先 所应许的永生 感谢你 使我的信仰不是单单 停留在自己得救 这事上 以使从你 领受 属灵的使命感 使我从心里去承担 这全阳的功夫 天父说 我要大大地 称重你 因为是你 成全一切救恩的神 你是感动和猜显的神 你是那位 坚固众圣徒 或建立众人 心志的主 愿你保守我这 全道的属灵使命感 也使你的大能与恩典 建立更多的圣徒 如同保罗一样 有这等属灵的使命感 同心回应主的照命 竭力作全阳永生之道的功夫 这是你的旨意 也是我们的吸引与祈求 感谢与祷告 是奉我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了 圣主在我们心里面 加添我们这种 信仰属灵的使命感 一生保守我们 作全道的功夫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